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出现了一些起伏 且参赛次数不多 所以反正都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是无可争议 只是大赛成绩还得干过龙对这座大山才行 波尔和欧恰洛夫不愧玩老江湖 冠军没怎么拿 比赛老是硬伤退出 可积分倒是刷得很愉快 今年似乎没跌出过前五 而且怀都曾排到过世界第一的位置 他俩在这一块的表现国平老江们确实可以借鉴一下 虽说积分多不代表拿冠军 但毕竟排名不高的话比赛那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排名一直在往上涨的15岁日本小将张本志 和终于开始倒退了 在上一期的排名中 张本志和飙升到了世界第六的位置 比国平大满贯对张马龙的第七还高一位 大大超过了自己去年生育愿望 排名进世界前史 不过日本公开再多 关后的张本志和就开始各种输球 如今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第八的位置 而马龙则重新超过了他 排到了第六的座次上 至于难对另一位大满贯选手 张继科的世界排名情况仍然不乐观 上期至第七十一 这期又下降了两位 到了第七十三的位置 以张继科目前状态 他若想重回国平和新主力的位置 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男子世界排名前史情况A 一白镇东 二许新 三林高远 四波尔德国 五 奥恰洛夫德国 六一马龙 七里山中韩国 八张本志和日本 九皇镇 亭 十前二德拉诺 巴西 你此方面的世界排名情况则相对比较简单 亚洲将统治地位 中 至两国瓜分前十 其中前三的位置之为国平选手 日本女拼一届时穿加纯锦随其后排名第四 一腾美城 平野美宇排在第七和第九的位置 女子世界排名前十的情况A 一朱雨灵 二流诗文 三城梦 四十全家纯日本 五王曼玉 六丁宁 七一腾美城日本 八争一镜 九平野美玉日本 十陈信同 还是那句话 排名决定不了实力 更决定不了成绩 在排名确实会影响比赛的过程 进而影响比赛的结果 所以太把世界排名当回事的话不必要 但完全不当回事也不行 最近的公开赛情况大家也看到了 没排名确实容易导致我们的运动员 不得不多打资格再消耗体力 咦 提前几轮就提前碰头内战 消耗掉许多队友 这都是可以通过世界排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的事情 相信国拼今后也一定能辨证看待这些问题 从而避免在更大的比赛中是不必要的闷亏 我相信只要国拼重视的话 世界排名也照样能控制在咱们手上 那么加油啦 诸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